这个PiPi里面有蛮多东西可以用 只是说细节太多了 有东西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又怎么用 其实现在最缺的是有人去做整理 因为目前的话 他因为特别帮你做分类 有没有就这么多 那你怎么知道 有时候你还要特别去 可能要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他有时候会有人去 或者是说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上面逛逛 里面有蛮多的这个package 可以拿来使用 那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下载 下载的话刚刚用那个 就是下指令的方法 直接在特别在我们的 这个package的 这个Python的那个 目录里面的script 直接点这边cmd 不过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打指令的话 其实你可以到哪里呢 到window里面有个preferments这边 他这边之前我们在做设定的 pydif里面 这边有个interpreters 之前我们要设定这个说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各位没有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叫 这边manager with pipe 其实如果你不下指令的话 可以直接从这边点 可以 点一下 install 其实你pipe不用打 install已经帮你打了 其实你如果要安装的话 你就只要req u e s t s 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啦 因为我现在已经装过 所以现在run好像他应该出现说 finish 你已经安装过了 you already set 他这边已经有跟你讲 OK你已经装过了 OK 如果你要解压 你要把它反安装的话 那其实就是在install前面加个n un就可以了 n install 就可以把它移除就对了 OK 好 这个也是个方法 如果你不下指令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放资料库 可是问题我要把它放资料库之前 我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先要怎么样 把它一段 一行一行切开 所以要怎么一行一行把它切开呢 首先第一个 在那个f 物件里面有realize 可是在这个request里面get 他没有像那个realize 他就有点像f 物件里面read read是读全部 全部读进来 他没有realize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他没有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自己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方法特别注意 我们第一步 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就是 把那个东西切割 切割的话 按照什么来切割呢 我是建议将来你们可以再多安装一个软体 那个软体叫node hay++ 我们内键好像没有 所以你如果现在按右键把它编辑的话 按右键编辑 它还是黑白的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装一个node pay++ 为什么node pay++ 其实还蛮好用 node pay++ 这个是免费的 你有个download download的话你就是直接把它选一个最新版本 它是 等于是 资源香港 香港 把它download下来 download之后的话 并且把它安装 装完之后的话 你将来再按右键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 edit with 好像就是用node pay++ 那用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主要就是说它可以看到有一些档案的一些相关细节 这样蛮快的 这样就装起来 我还蛮推荐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我装完之后的话 我现在按右键 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edit with 什么 node pay++ 其实还蛮快的 这个程式我觉得还蛮推荐 因为写程式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像这种格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切割它 但是我要在哪边切割 OK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第一个 你可以学一个功能 检视里面有个叫特殊字元 特殊字元里面有个叫显示所有字元 这个功能有点像是 把档案里面的一些特别的 看不到的字通通显示出来 那比如说哪一些我们来看 有点像照妖镜 看不到的通通显示出来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后面本来 如果你在记事本里面是看不到的 它叫CRLF OK 特别注意 如果你看到CRLF 你就要想到 这个应该是用微软 就是Windows的程式所产生的 如果只有LF的话 那应该就是在Linux里面 或者是Google里面产生的 这个后面跟各位讲一下 实际上对应的话 CR对应的话 就是一般我们叫反斜线R 这个的话对应到就是反斜线什么 反斜线N 那也就是我将来切割的话 记得哦 就不能只是切那个反斜线N哦 因为它后面会多一个什么CR 所以你还要多一个反斜线R OK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这边再多一个 没办法 因为这微软弄出来了 微软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一般其实就反斜线N就好了 但是呢 它就是要多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表示说它跟人家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有些 你会觉得有些人为什么跟你一定要弄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表示它跟你是不同的世代 或者跟你不同 虚格一下 OK 所以有同学问 蛮常问到这个问题啦 其实我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为什么这样弄 因为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反斜线N它就Return Return 那这个大概可以溯源到很久 因为以前他们在打字的时候 会有什么打字机 打字机不是打 Return 然后等于换行 我不知道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对这个 我知道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前因后果 我没有特别去推敲 因为你们可以自己在Google一下 好那我已经知道说 它的换行是 反斜线R 反斜线R 所以我可以怎么 先Split 然后再来的话 切割 所以我先把它一行一行切开来 我们来试一下 那切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嘛 你可以先切到一个List 我喜欢的 前面就List1 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HTM 这个东西 它做一个点什么 点Split 然后用什么来切呢 反斜线R 反斜线N 切割了 切割完之后 我把这个List1 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第一步就完成了 我们就怎么样 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 对 有没有 这个栏目名称有 然后这个变成说 它的第一个栏位 那就是它的日期 然后总类 市场 然后品名跟它的单价 OK 而且里面好像也 看起来也没有像 那个什么 我看在这里 这边青葱 前面两笔没有 后面的话好像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用一个叫Split把它去掉 所以再来的话我要切什么 因为我要放资料库里面 所以呢 第二步的话 我就必须怎么样 跑一个回圈 for 有没有 把它里面所有的 for i in range 我用in range 然后呢 0.0.0 它的范围用LEN 把它那个什么 List1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呢 全部都帮我把它抓出来 然后做什么切割 不过呢 我第一笔资料呢 是它的栏位名称 这个要避开 所以怎么办 这边改成1就可以了 有没有 避开它 然后再来怎么样 我把它一个一个做切割 切割的话呢 就是什么 一样前面加一个List2 用List2去接 那怎么切呢 就把List1里面的 一个一个资料 有没有一个资料的话 第几个吧 第1个 点什么呢 它里面的资料就Split 然后根据什么东西Split 根据斗点 然后把它什么 底下干脆一个一个 把这个Print看看 List2 这边把List2 Print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切割成功 切割成功 有没有 这个时候 不过你会发现最后多一个 多一个空白的资料 所以特别说最后这一笔可能要拿掉 否则将来如果你insert into 到资料库 这个会失败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小心 什么地方呢 后面这个 要把它去掉 那它怎么去掉 要不就是你一边读 一边去掉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修改 修改的是第12 里面的第几个呢 0 1 2 3 它编号3的这个资料 把它做修改的话 修改的话 记得 可以把它这一个资料 然后修改完再存回去 点什么 点SWIP 修改完之后 SWIP完之后 把什么呢 把它里面这个空白 有没有 修改完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存回去之后再Print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应该那个空白部分应该就消失了 有没有 这地方 看一下 这后面都不见了 但是有没有什么错误 看一下 Out of range 有没有发现 Out of range 为什么Out of range 因为刚刚我们有没有讲 最后有没有多一个空白 那空白的话 它里面等于是只有 它没有办法切割 所以它里面都没有 所以呢 必须怎么样 这可能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怎么 把这个len 总数 干脆在这边减1算 有没有 因为最后那个多的码 把它实行一下 要不然你可能就要改那个层次 不然的话会出现错误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列十二给做出来了 那如果列十二做出来的话 它有12345个这个资料的话 那就再把它insert into到资料库 那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请各位试一下 重点 其实应该第一个就切割 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微软的 反斜线R 反斜线N 然后做第二次切割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可能会有同意说 老师 这边怎么这么麻烦 不像那个F物件 可以用realize 我说没办法 因为它request 它就是没有提供给你 像那个F物件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realize 这个方法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那你就自己要想办法 把没有的这个部分 自己用另外一个方法 自己用Split的方法 把它切 结割 OK 所以刚刚主要 第一个我安装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还蛮推荐的 叫Nordpay++ 如果你从来没使用过的同学 不妨可以把它装起来 那这个软体的好处 顾名思义 它就是补足那个 即使本Nordpay的不足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看到有一些 一般的编辑器看不到的一些 控制的字元 有没有 CR LF 像这个东西 如果当然你 没办法看到这个 控制字元的话 那你就要用拆的 OK 如果你看得到 那你就是把 对照看到那个 写出你要的程式 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可以把你要的资料 check了 OK 我试一下喔